對 熊大 怎麼了 之前有個新聞 真的讓我非常非常的擔心 哪一個 鬧很大的割警案 對 就是小朋友 他們有一些糾紛 沒想到其中一個學生竟然帶刀 去殺人致死 但是因為紹士法的關係 他獲得了減薪 但同樣的 因為我女兒你也知道 也是中學嘛 那我就會擔心說 這樣子他們在學校安全嗎 你知道這個事件一出來 也造成整個法律圈 甚至一般網路鄉民 大量討論 然後甚至有一些比較惡劣 你知道按照這個兒少法 你公布個資是要處罰的 也是違法的 所以甚至還有人質疑說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那是不是台灣的 少年事件處理法 發生了問題 應該要修法 對 看來呢 因為這個制度是人建立的嘛 當然這個制度建立 也會有一點漏洞 有一些問題存在 到底該怎麼解決這個少師法 時至今日還真的適用嗎 我們今天來好好深入討論看看 歡迎收看 李馬幫幫忙 哈囉有事嗎 歡迎 先來介紹今天來賓 第一位我們的專家學者是我們 Yabas 好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台灣原住民族政治協會理事長 歡迎 第二位是我們的律師 懷寬 大家好 我是 我們新朋友 閉瓷社工師 我是來自屏東三地門的 校外寬律師 歡迎 好 第三位 我們新朋友 閉瓷社工師 大家好 我是同情少年領域的社工師 我叫閉瓷 歡迎 今天要跟我們一起來聊聊的來賓 還有誰呢 讓我們掌聲歡迎 今天的來賓進場 歡迎武亥 寶杜哥 Yuli 還有達魯 請少年偏差行為 該怎麼辦 歡迎 歡迎大家 首先歡迎我們第一位我們的老朋友 武亥 歡迎 大家好 我是武亥 耶 還有寶杜哥 寶杜哥 我是太陽族的寶杜 耶 歡迎還有Yuli 大家好 我是Yuli Yuli也是媽媽喔 一定跟我一樣憂心重重 對 一定要強調這件事 真的 還有Dalung 大家好 我是Dalung 歡迎 董大我們剛剛就有聊到嘛 就是對於未成年人 有特殊的保護規定 也就是少事法的部分 到底有什麼問題存在 一般成年人 他適用法律叫刑法 或刑事訴訟法 是 那未成年人他適用叫少事法 全稱叫少年事件處理法 裡面其實有很多非常細微 非常複雜的規定 所以今天我們要好好來討論 那對於少事法 現在社會上就非常多的輿論嘛 那到底還有哪些細節的討論呢 接下來我們要請到我們的 AI小天使 大家好 又見面了 我想要請問有一雙白心美腿的 Tsamak 對於少年事件處理法 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MariMari Masaru 我是 Tsamak 然後親愛的主持人 以及現場的來賓 還有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因為我身邊很多幫派混的朋友 都告訴我 只要是少事法 只要是未成年 無論做什麼事情 都不會有前科唷 蛤 你身邊為什麼會有很多混的東西 我這一句有畫紅線喔 你自己本身也有在混是嗎 沒有我沒有我沒有 我是很正實的少年 看起來很可愛啦 對啊 我們這要問問看 Dalu怎麼樣 你覺得怎樣 有聽過這樣的說法嗎 我其實小時候超常聽到的 我們家 我們家那附近就是很多幫派 所以老實說 我就是以前會很常聽到 人家在 小朋友在威脅別人的時候就會說 反正我就是 小朋友我就是也不會被關進去啊 真的喔 是這樣嗎 雅巴斯 這樣子是不是很不正確的觀念 這樣就沒有前科嗎 是這樣嗎 是 錯的啦 就是他還是有相對應的而認 對 因為有少年事件處理法 那所以就頂多就是我們 我講說他確實是會有一些 可能會前科紀錄會被吐消掉的 因為畢竟就是少年 那他跟一般的成年人犯罪 其實是應該是要分 分開不同處理 可是並不表示說 少年就可以犯罪啦 這只是我 這是個錯誤的觀念 對 對不對 壞寬律師 剛剛雅巴斯有提到是說 圖銷的問題 那其實是在不付審理 然後還有就是他儲遇執行完畢的 三年後才會圖銷 那至於是說沒有前科的意思是指 在裁判書查詢系統上面 找不到 是打上這個名字是查不到的 對 但是你還是要該付審理 還是要取得 對 而且也會保留在法院三年的時間 所以律師月券還是可以找得到 當然 那接著我們問李姓 哈囉 是 大家好 我是李姓 那妳對於我們少事法 有沒有什麼相關的疑惑 可以提出來 好 我聽說 因為有少事法的保護 就算少年犯罪也不會關進監獄喔 還有最多呢 只是到少關鎖 對一蹲 然後出來就會變得更大尾 想到這點 我真的好害怕喔 好像很多人這種觀念 進去出來就變大尾耶 很多人搶著要說話了 他們算不了了 Yuli媽媽 因為好像聽說好了 這都是聽說 聽我的朋友說 我的朋友 因為少關鎖是比較屬於 教育的那種吧 就是不是像我一個想像 想像中就是矯正鼠的那種 就是真的關進去裡面這樣子 所以我會想說 是不是在裡面 其實沒有什麼 嚇阻的作用 或者是你知道 電影就會演說 他可能在裡面會遇到 大哥級的人 或者是比他更厲害的 出來之後 就是你知道 剛好認識 繼續混 直接跟著我 對 直接有資源 我覺得認識大哥 搞不好就是 只是在裡面被欺負了 然後出來 在放話這樣 都有可能啦 對 所以這裡要問問看 我們的社工師 好像高雄的感化院 它好像有一個名字叫什麼 養什麼國中中學對不對 那到底進去 會不會出來變大圍 到底會不會這樣 少年會接觸到的 矯正機關有兩種 一種是就是 少年關護所 然後另外一個是矯正學校 那矯正學校全台灣 總共有四間 那其實少年關護所 它就是專門收容 就是還在生理中 還在判刑中的青少年 那矯正學校的話 就是已經是 已經判刑決定了 然後或者是 已經接受 感化教育的青少年這樣 矯正學校裡面 其實是有學制的 它會有國小 國中高中高職的學程 那裡面讓他們 學一些遺跡之長 那當然也會在裡面 認識大哥 但我覺得青少年 少年法官去判 收容或安置 主要的原因 除了要讓他們反省 自己做錯的事情之外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其實是要讓他們先離開 原本所在的社區 跟脆弱的家庭 讓他們能夠減少在社區停留 然後繼續影響 那他們在裡面 認識的大哥 假設出來之後 是不同社區的話 那也許可以稍微減緩 他原本的犯罪行為這樣子 可是我有疑惑 那他在裡面 到底都學些什麼 如果是國中生的話 他就是照國中生的學程 所以照樣也是上課就對了 對 他會有 他們會有畢業證書 有畢業證書 對 然後他們也會有 他們的 那要穿制服嗎 也有營養午餐 裡面有他們的制服 真的有 對 所以其實是等於去念書一樣 其實像我們舞蹈教師的老師 他們也有去 就是所謂的這個 矯正的學校 去教一些舞蹈課程 或者是一些遺跡之常 不就是烘焙課程 然後他們出來 面對社會的時候 有一個銜接的遺跡之常 OK 主要是教這方面的 所以不會越來越大尾 本來 對啊 都是利益良善 但是真的 是不是能夠發揮矯正的作用 那就還值得討論 我想要問就是 如果他們不是在上課的時候 那會有一些相關的單位 去監控他們的行為嗎 怕他們又再犯法對不對 他們會安排一些 比如說宗教類型的課程 或是一些才藝課 那他們的其實 就是讓他們不會像在家裡 因為我記得 我的學生跟我說 他大概就是九點之前 他們就要睡覺 然後給你早上六點就要起來 對 所以他們的每個作息 當然跟你在外面 自己生活上 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也不能使用手機這樣子 對 就有點像住校的那種學校 對不對 Yabas 我之前想補充一下 就是 對 確實有些人 因為他們不用進監獄 那有些人會講說 我可以在裡面進修 出來就可以混這個更大 可是我必須講說 他你在裡面還是有 長一段時間 是你的同齡人 可能都在接受教育 可能到下一步的階段 可是你是停留在原地 然後去想的是說 那我未來怎麼去 除非我真的是出去混 這種觀念 我覺得真的是要 好好的去想想看 畢竟青春只有一次 如果揮霍浪費了就回不去 我們是不是忘了還有一位 有 李莉安 你呢 你對這個少師法 有什麼樣的觀點 我看到這麼多少年 他如果犯罪 還是會被判刑 但是都比一般人 判得還要輕很多 這樣子那些少年 他犯罪了 他還會反省嗎 有道理 那我想要問一下武亥 你認為呢 刀隊也都錯 怎麼說 因為錯的部分 我是覺得就是 大家會覺得說 青少年怎麼可以 判比較少的刑 但是我覺得就是這樣子的 分界是合理的 因為就是青少年在發展上 跟成年把就是 心智還不成熟 對 而且是 這很有根據的事情 所以這樣子分界 其實滿合理的 雖然就是可能 單純以年齡為見 沒那麼完美這樣子 但然後就是我覺得 也對的部分 是因為就是我就是設想 就是如果我是家長 看到這件事情 也一定會覺得說 就是判重越好這樣子 就像雅薇姐講的 就是說很擔心 這種事情再發生 我們看到別人發生的時候 還滿可以理性的去分析 覺得他就是一個少年 那如果只是因為他 而有不同的這個處罰或打予 那這樣整個社會怎麼運作 但是如果是你認識的人 你自己的孩子 我真的不知道 那要怎麼走出去 就會翻桌 對啊 劉璃如果是你呢 之前那個主持人 我講到那個割喉案 我就有設想說 如果我兒子遇到割喉案 那我真的覺得 我就是拋開一切的理性 然後我去割他的喉 對不起 那個不對 以上就是表本台 對 這個不對 可是就是可以表達出 我那時候就是 自己去想像那個情境的時候 心裡的激動 過不去 對 就是我覺得 大家在說碰到事情的時候 還是要理性啊什麼的時候 真的是沒有辦法設身處地的 去為那個當事人著想 所以我覺得 就是如果我知道 傷害我小孩的人 他可以判得比較輕 或者是他可以受到 比較輕的刑罰 我會覺得很生氣 像這個割喉案件 當時這個學長 為了這個學妹出頭 他可能他的生活圈 就只有那幾個朋友 他說我的學妹被人家欺負了 我當然要仗義直言 身章正義 但是他不知道怎麼 去控制他的分寸 他只知道說 可能就是以暴制暴這種觀念 如果說他的社群環境 都是充斥這一種 暴力的環境的話 其實小孩子 他真的是要 不然的話 他永遠都在這個漩渦裡面 是 所以最根本的還是教育 有時候是生活經驗 或是他家庭環境被長 讓他不得不走上這條路 所以我們為什麼 邵氏法會對於這個少年們 有這麼多的寬容跟包容 就希望說不要因為一次錯 就毀掉他們的醫生 但是後續還有很多的漏洞 值得我們討論 我們先謝謝AI小天使 帶來玩囉 嗨 我們剛剛討論了很多 有關邵氏法的內容 大家知道說 邵氏法比較寬容 好像行度比較輕 好像他未來如果判決確定 進去的地方好像也不太一樣 可是好像還是有點模糊 我們是不是請淮寬律師 幫我們介紹一下 少年事件處理法 好 那其實在那個 介紹少年事件處理法之前 我們應該要先討論說 什麼樣的年紀 會適用到少年事件處理法 那在12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 其實是適用另外一個法律 是兒少權益保障法 那只有在12歲以上到18歲 才會適用在少年的事件處理法 這些處把少年受到移送 進到法院開庭之後 會先由少調官 然後做一個庭前的審查 然後以及法官 我們的少年法官會做這個庭上面的一些調查 那在調查完之後會決定它是一個少年的保護事件 還是少年的刑事案件 那這兩個最大的區別就是說少年刑事案件 會移送給地檢署的檢察官繼續做偵辦的工作 在審理結束之後會再決定一個要做不復審理或審理的決定 最後再由少調官建議 然後看法官願不願意採納 決定一個最適合少年的處遇 我想問就是聽完這些啊 就是目前少年犯罪的情況制度 因為我覺得啦 像我是身為媽媽 我覺得現在的青少年 老實講比我們以前那個時候 成熟非常多 真的 他們接收到的資訊 他們的心智年齡 真的不是我們那個年代可以想像的 所以時至今日 這個少事法還適用嗎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Yeah 來 來 來 看一看節目當中 我們稍微了解到 少事法它主要的目的不是為了懲罰啦 就是希望可以加以保護輔導那些少年 讓他們回到正途上 但是呢 目前我們看到這個資料顯示 其實再犯率也是滿高的 那2023年少年嫌疑犯涉案類型 是哪一個最多 20.3% 這會是什麼樣的類型呢 詐欺 這可想而見 我們周遭有很多詐欺案件 超多的好不好 對 所以很多少年 他可能變成車手 有可能 我們想問問看 社工室它在第一線 你有什麼觀察嗎 近幾年我接觸到的少年案件 有很高的比例是 詐欺相關的案件 那最常見的犯罪的形式就是 因為當車手一次 可能五千到八千塊 那他就會 這麼多 對 心動了是不是 那客戶是去送東西嗎 去領錢 他是去ATM領提款 或者是轉帳 那其實我有孩子會跟我說 他們就自己還拿計算機換算 我去領一次錢 我就可以抵三十個小時的打工 對 那他們就會覺得很好賺 像我學生就還會跟他自己的好朋友 好閨蜜說 要不要一起賺這樣子 他們沒有想到 第一次錢可能要做三四年的牢 沒有這樣想 但是確實是沒有到坐牢 但是他們就一群車手就會在法庭上面 然後面對到受害人的指控 那當時就是被害人就直接求償說三百萬 那全部都是車手在平攤這些賠償 就是完全找不到就是詐騙集團的頭 根本找不到 因為車手是最容易被警察就是抓到的人 對 你知道我們事務所最近的處理也是一個少年犯車手 他就大概十七歲 他是在那個北人會幫人家洗頭髮 然後他就覺得或洗一顆頭髮可能已經 幾十塊 幾十塊幾百塊 然後他就聽到說領一次錢 幫人家領一次詐騙的款項 就有一兩萬 結果他一次就領了三百多萬 結果到最後 你知道後面的人完全都不會出現 因為他們只有一個什麼LINE帳號 他們是透過LINE去指使女婿 哪裡領錢 去哪裡收錢 結果那個人 我們後來這個少年犯被抓 然後還被羈押 當天晚上就送羈押 然後被審判了很久 然後最後是 還好是有我們優秀律師幫他便庫 對 可是你知道到最後 重點一樣問題 領了三四百萬的錢 我錢不見 我就是找你要啊 一個少年犯 所以他還是要還那個錢 對 所以真的是得不償失啦 來 8.4%是什麼 耳少性剝削 滿高的 對啊 這個比例很高耶 而且這個好像比去年 好像又有更高 我們來問問看 我們這一個睡公司 上播耳少性影像的話 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他就是交網友 然後把自己的性影像傳播出去 那就是受害人 那另外一種就是把朋友 或者是把騙來的 耳少性影像就是傳播出去 那我自己的個案就是 他就是跟朋友吵架 然後就是另外一個朋友就說 你是不是有他的胸部的裸露照片 那可以傳給我嗎 這樣子 那我的個案就覺得說 只是好 就是他就覺得對方只是想 而且他很生氣跟他吵架的閨蜜 所以他就把他傳出去 對方是男生嗎 都是女生 全部都是女生 對 然後傳出去之後 那個女生就惡性的傳播 就把這個照片 就是大量的傳播出去 然後還再加一些不實的謠言 後來他們就是這個案件 就是進到性剝削的省令 我服務的這個少年 他們因為就是媽媽 在面對這個司法案件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個困難是 因為媽媽她是新住民 她當時來台灣是因為 就是金錢交易的買賣 所以來台灣結婚 對 她對於就是少年 因為傳播一個性影像 就要面對司法的議題 還要面對很多很多行政流程 她覺得很不能理解 沒有那個觀念 對 所以在跟這個家庭工作的時候 就是有點像跟他們宣導 青少年遭受到性剝削 對他們的身心裡 會有什麼樣的印象 也讓他們重視說 你真的做錯了這件事情 那也讓媽媽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面對這麼多事 然後要跟這個家長去 跟對方受害人的家長 還有對方去道歉 其實這個過程 我覺得是在這個輔導案例當中 比較辛苦跟比較長的過程 我覺得社工真的很辛苦 你不但要輔導孩子 你還要教育家長 所以有一些的跟頭問題 真的是來自於家庭教育 對不對 對啊 因為我覺得 即使是大學生 這樣的狀況 其實還是會發生 你該不會 不是我 我不會在網路上看到你的 某一個學妹 然後她就是 就是跟她的閨蜜在聊天 然後他們聊一聊 她閨蜜就說 你要不要看我 一個另外一個男生的朋友 有傳來的她的朋友的裸照這樣子 然後我學妹的那個閨蜜 就把照片直接就傳給她 然後我的學妹 其實非常不解的事情就是 他們其實都是讀法律系相關的 然後她就覺得說 明明就是讀法律的 你也知道傳這種照片 其實不能夠因為你覺得很好玩 就這樣子 讀法律系 這明明知法犯法 沒有 我們是健康教育 我們告訴你這是什麼器官 你確定要這樣子講嗎 什麼朋友呢 Yuli 那我有碰過一個 我身邊的朋友 她在高中時期的時候 遇到的案例 就是她的 在同班同學這樣 那時候就是有交往的對象 那也是同校的男學生這樣子 兩個人都未成年 然後就是成年就是交往 那女朋友在一起 就會拍一些比較親密的照片 然後有涉及一些裸照 等等的 後來兩個人分手之後 那個男生可能就不高興 就惡意地散播 他們就是在一起的時候 拍的照片 後來你知道這種事情 就會傳很快 變成全校都知道之後 這個女生反而 不只是被迫要轉學 同校的學生知道 她轉學之後就繼續散播 所以最後這個女生 最後的消息就是 她甚至為了這件事情 全家搬去外縣市 對 所以我剛剛在聽社公司 講這個例子的時候 我其實蠻想知道說 這個女生她最後就是有沒有跟對 就是受害的家人面對面或是怎麼樣 我們在陪伴就是少年 加害人或是犯罪的少年 在經歷司法的過程 我覺得除了行政上的協助 還有連結資源之外 其實很重要是 我覺得社公司在這個過程中 很重要是陪伴他們面對 他們錯誤的這個過程 其實一個孩子他犯錯 他在學校裡面會遇到 或是他家庭當中 會遇到很多要跟他說教的大人 那可是大家知道這樣子 反覆地說來說去 我們也都知道說 那個效果是怎麼樣這樣 那我自己工作的經驗裡面 我會覺得這個陪伴的過程裡面 比如說陪伴孩子去申請法服的資源 有些孩子甚至他可能是弱勢家庭 但他沒有任何的社福身分 那我們要去調那些資料 然後再來是陪他去找律師開會 然後還有就是陪他跟被害人家屬道歉 這些其實我覺得這個過程當中 我會看到孩子比較真實的 生存的情緒 比如說害怕 想逃避 自我價值感低落等等的 那在這些情緒的過程裡面 我們才有辦法有一些觸及到心靈的對話 那那些對話裡面 才會有辦法勾起他的一些 比如說對被害人的同理 然後對於這件事情他到底做錯了 為什麼要這麼做 那我們也才能夠真的帶到孩子去面對 那像我這個個案就是 他是有真誠地跟被害人的家長 跟他本人道歉 可是因為家長就是非常的不能原諒 對他好幾次開庭都是二言相向 然後攻擊的狀況這樣 那可是我的小孩 我就問他說 你那個某某媽媽這麼兇 你會不會害怕這樣子 然後他就跟我說 可是你跟我說過 原諒我 就是原諒我們是他的選擇 可是我就是做錯事情了 然後他就會 這有自我覺察 對 他就會說 也許我被傳照片之後 可能我也不一定會原諒對方 對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好那對方對他的這個就是辱罵 或是比較嚴厲的言辭 他就結束 他就說讓他過去這樣子 做過一個也是少年犯 也是那種男女他們分手之後 然後男生就把女生裸罩 到處亂散播 那個女生還是個笑花 你看一個笑花 他父母親能夠接受嗎 結果你知道這個男生跟他的媽媽 真的是稍微有一點那麼不OK 就有點惡劣 這個男生每天都在他的臉書炫富 我開什麼跑車 欸 少年犯欸 就是還不到18歲要開跑車 用什麼名表 結果到現場我們要求場嘛 因為你總要補償一下這個女生 她的心靈的損失 我們求場其實也沒有很多50萬 結果我們就說 你在你的臉書 你不是又跑車又有名表 結果他就說 其實那個都是借來的 他只是炫富 所以他最後真的也沒辦法 你能怎麼辦50萬 最後只能5萬收場 所以真的真的有時候家長 真的是一個教育環境非常重要 你剛剛講笑花 還有剛剛那個女生 我真的要提醒所有的這個 女孩們在愛或是在你知道 戀愛腦千千萬萬 都不要給人家拍什麼裸照影片 對 人家會後悔中生 如果有個男的跟你說 你不給我拍就是不愛 我人家 股關根本彌補不了 而且很多都是生性的受創 你要重新面對社會 跟身邊周遭的人 那因為剛剛比較多 是在講家害者的部分嘛 那受害者 因為他們真的心裡很受創 然後想要問社公司 就是有什麼輔導的機制嘛 或者可以陪嗎 是不是有什麼修復式的司法 這樣的一個制度呢 那我有個學生 他是在陪酒的時候 然後被警察領檢 因為警察看到未成年陪酒 就當下就是直接 就是讓他緊短安置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過程呢 是在對少女就是做一個保護的動作 可是在我的學生就會覺得 為什麼是把我關起來 對 因為在那個當下那個舉措 就是我把 我先把她安置起來 然後因為手機先目搜 讓她離開這個危險的環境 對 可是我的少女 她被安置完之後 見到我是她的後錐社工 她見到我之後 她就跟我說 她沒有感覺到我是在保護她 沒有覺得我們是在保護她 而是覺得我們是在限制她 那她覺得陪酒這件事情沒有什麼 原因是因為她的媽媽 自己也是陪酒的 她一直從小到大 她都覺得陪酒 只是一個職業的選擇 根深蒂固的關係 對 她沒有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會侵害到 她身心靈的選擇這樣 其實我們也是要跟孩子討論 是陪酒啊 或者是甚至她後來 她還有做S 因為她有做對嫁的性服務 那她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她就覺得我是在為我自己賺錢 但是其實 這是我自己的身體 為什麼我不能控制她 對 沒錯 我們在食物精裡面 會發現孩子做性的服務的時候 他其實受到的傷害是長久性的 他在一個當下 他是沒有辦法確定說 這些比如說如果是有性病 或是身體上的骨盆發炎 或是陰道發炎 這些傷害或是 還有他對情感的依附 他也會有一些創傷 是留在他內心深處的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 沒有辦法在他當下去 討論那個對嫁的時候 去完整討論出來的價格 對 所以我們其實在做 就是性博學的後追輔導的時候 其實也一直在跟孩子討論的是 我們不是在限制你 是在保護你 因為你在一個 還沒有心理生理 完全成熟的情況下面 是沒有辦法評估自己的傷害的 你做的這個決定 可能會遺憾終身嗎 好 還有一個4.7%的是 是什麼呢 誒 是毒品 這麼高 誒 這個毒品案件 我們來問問 是不是在社工師 這個職業過程 是不是最挫折 曾經有一個個案 是讓我覺得比較挫折的 那是因為他那時候 是已經從少官所就是出來 那他是一個長得很白白靜靜 然後看起來很斯文的男生 然後那時候一出來跟我見面 第一次見面 他就跟我說 我已經 我現在覺得毒品 對我傷害很大 我以後都不會再用了 然後就是我要好好學習 他那時候還就是 講了一個很官方的話說 我好幸運 我可以有這麼溫柔的社工 當我的社工 你在稱讚你自己 對不對 就是他當下我覺得 他就是很會別人的 畫素 對 在少官所做過這個畫素 對 他要聽什麼的 有大哥 有大哥的教導 然後後來連續大概四五個月 我的追蹤他都是 我跟他約什麼時間 他都很準時出現 然後也都告訴我他最近在幹嘛 可是那時候就隱約覺得有點 不對勁 我覺得他臉色怪怪的 就是我就說你黑眼圈很重 對 都別對焦 然後我就問他說你在幹嘛 你現在有回去學校上課嗎 然後他就說他有回去上課 然後他說因為晚上他在 就是準備打工 所以他就是都很晚睡 所以有黑眼圈 然後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黑眼圈這麼重是正常的嘛 但是因為我自己本身 也有滿重的黑眼圈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你怎麼會是我覺察 我覺得你不太好 我那時候就想說應該還好 是一個溫柔的 有黑眼圈的生活 有同力 謝謝你 有同力 然後過一個月之後 有一個月我就完全聯絡不到他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很緊張 也覺得有點不妙 然後我就直接去家裡面 就是按摩托 媽媽看到我的時候就很緊張 他就說 小孩去打工很晚回來 媽媽幫著騙 對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 去打工 我去他房間看一眼就好了 我就確定一下他是不是在睡覺 說因為這一個月我沒有聯絡到他 就是我們法規上 就是我一定要有紀錄這樣 然後我就進去他房間 他明顯就是ㄎㄧㄤ掉的樣子 然後躺在他邊 對 然後而且他 因為我看他手上有針孔 新鮮的 少年範就用這樣注射的 對 他已經用到就是 暗菲塔米的 就二級了 所以那時候我 其實當下我很傻眼 而且媽媽後來就開始在門口大哭 就是跟我說 叫我不要通報他們什麼的 然後我就跟他的父母 在客廳裡面講說 就是這個小孩 問他最近小孩 到底真實的狀況是什麼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就是他爸爸就一副就是 我已經沒有這個兒子了 我們家都是高知識分子 我們都精英分子 他這種表現他也用度 那他已經不是我兒子 我已經不承認他了 你想要他怎麼樣就怎麼樣 然後媽媽就在旁邊抱著哭 就說什麼求我 就是再給他們一次機會什麼的 但後來一次開庭我就陪他去 應該是陪他報到的時候 我就直接跟關護人說 就是他有在用藥 然後就直接開庭驗尿 然後後來我就 法官就問我說 我的建議跟觀察是什麼 我就說 我建議再把他的收容 OK 然後孩子就哭著當庭被收容 然後我也是在他收容的 那兩個月的時間裡面 我才有辦法就是 因為他收容進去 他就很想要看到外面的人 然後或是他會很想要我 帶一些牌卡進去跟他玩 就那個他被關起來那段時間 我覺得那個互動比較真誠 然後也在那個時間 我才可以拉出一點空檔 去跟他的家庭工作 因為就是讓他的父母親知道說 孩子雖然收容 絕對不是最有效的方式 最有效的方式 其實是他回到社區當中 說家人可不可以承認他的保護網 就是這樣子 那因為這孩子後來20歲之後 我結案了 後來現在他已經成年了 我就聽說他現在在一個機構裡面 協助跟他有相同經驗的年輕人 其實我很感動 好多結尾 因為其實 十個有九個就是繼續 真的 對 妳講沒有錯 以我們律師來講 我們處理很多毒品案件 真的 第一名會再再犯的就是毒品 毒品跟性侵犯 誰比較容易再犯 兩人 兩個一起 對嗎 又把毒品帶性侵犯 我們兩個一起 真的 老杜哥也有故事 對 這個故事其實是我自己的國小同學 我必須要講就是 其實毒品進到校園 這個情形還算滿泛濫的 至少從我以前在學校我看起來就是這樣 那我 等一下 你那個年代就有毒品進入校園 安菲他命 你跟我不是同屁的嗎 可是 你那個年代 就有安菲他命的 真的喔 對 所以很多都當然是 就是自己有樂戒或是怎麼樣 那有成功戒毒那是很好 那但是我這個同學呢 他就染上了這一個安菲他命的二息 那時候是稀食 那是多大的時候啊 國小認識他那時候他是國中 國中就稀食安菲他命 那我就其實我就非常好幾次勸導他 因為我也到他家裡去看過 他跟他媽媽相依為命 他媽媽就是做那個手工加工的 就是做那個塑膠 然後一個金屬元件這樣子按 按到手都已經 已經沒有辦法 每按一個就很痛這樣 然後我就說你媽媽那麼辛苦 然後要照顧你養你 你還把你媽媽的錢拿去買毒品 對啊 我就說你真的不要這樣子 我就說我從小一起長大 我說如果你在這樣 我們就絕交這樣 他就說你陪我去一個地方 我說陪你去哪個地方 他說台北車站附近的一個檳榔灘 我就說你要幹嘛 我說你要去拿毒品 是我怎麼可能會陪你去 對 他就跟我講一句話 他就說 我想要帶你去那個地方 然後我好好選擇 我要選擇他還是你 他該不會是要跟你借錢 去檳榔灘買吧 沒有 他有錢 他有錢 然後就到那個現場 就檳榔灘就在前面 我印象很清楚 永遠忘記不了 他在那個地方待了 大概二十塊三十分鐘 他很猶豫 所以他有一點毒癮 到最後他說 我們回去吧 有情的力量 自從回去以後 他好像就沒有在吸食毒品了 我就看他好像慢慢的 比較健康一點 然後生活做起來比較好一點 還是 人家他現在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他現在是一個那個 做電子加工的那個 專門給人家做加工的老闆 哇 那來你跟他講 那都是一些 還好有寶杜哥這樣的好朋友 幫他結尾 很棒 我覺得我們今天聽到 都是滿勵志的故事 那武漢有近距離觀察過 因為我是練心理所 然後就是其實 不然老師或聽學長 其實會分享滿多 就是我們會叫物質濫用的案件 對 名稱不太一樣 對 就會用物質 因為包含研究毒品這樣子 然後就是剛剛兩位分享 就是真的滿有感的 因為就是其實我們看到 毒品或這些物質的使用 其實都是結果 就是因為很多都是 可能家庭家暴 或家裡適合 或者有人際關係 經濟上面有問題 然後他們就把毒品 當作一種壓力調適的方式 然後他們的環境也給他們 就是這個好像是唯一的選擇 他們就會一直在那個惡性循環 因為好像就是剛剛 熊娜莉斯跟社公司有講 就再犯率 真的很高 一直再犯 我想分享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 是我在大學時期的時候 在教會裡面認識一個朋友 然後他當時候是 就是台藝大的舞蹈生 台差他的舞蹈生 然後他又就是在教會裡面做見證 就是他本來吸食毒品 後來戒毒的故事 他說他在高中的時候 因為就是技職的關係 因為那時候舞蹈班 然後要準備避制 然後要準備議考 所以壓力很大 但是他不是因為壓力大 他是聽信他的 教的患朋友 聽信謠言說 吸食毒品的時候會產生一些幻覺 或者是到達另外一個國度的感覺 找靈感 因為剛好那時候 在他的舞蹈的那個功課上面 其實碰到了一些狀況跟瓶頸 他就想要靠這個方式 去獲取一些靈感 剛開始的確是真的很有 就對他來說很有效 所以他用這個東西 然後也成功的通過他的議考 可是當他就是覺得說 我既然已經成功了報考學校之後 他想要斷掉這東西的時候 他已經成癮了 對 所以就一直用藥到他大學的時候 開始對他的身體機能 造成很大的影響 包括他練舞的時候會傳 甚至會有點像是昏倒休克那種 他才就是為了自己的興趣 熱愛的舞蹈 然後去自己去尋求幫助 去戒毒 一生真的不能碰的 就是毒跟毒 沒錯 毒跟毒 對 因為這些再犯率都很尷 所以我們剛剛講了很多 有關於這個少年法 他的調查 他的輔導 那其實我們看到 我們社工師 律師 他們都是非常含辛茹庫 而且少事法裡面 懷寬律師 是不是有一個特別的法律用詞 叫做曝顯少年 你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什麼叫曝顯少年 其實這個曝顯少年 他就是一個 有可能違反法律 然後變成 處法少年的 一個叫曝顯少年 那他以前修法前的詞會叫做 漁犯少年 那他的現在的三個類型 就是一個是 莫名其妙攜帶危險的物品 晃來晃去危險的物品 那另外一個是 施用四級的毒品或換藥 那再來一個就是說 他有一些預備 或者是未遂的行為 但是他還沒有涉及 觸碰到法律 那他就比較 就是會有這個風險 那這時候就會有那一個 我們的各縣市政府的一個 少年的輔導委員會 有可能會再看是要幫他安置 還是要再把他收容 或是跟法院這邊說 然後提供就是說 家庭還有對他比較有幫助的 一個做法 就是在還沒有真正實施 那個犯罪行為之前 對 那犯罪疑慮有在這個曝顯的狀況 我們稱之為曝顯少年 社公司是不是有相關的案例 那我覺得環境家庭 都是影響到少年犯罪的 重要因素 所以今天我想分享的一個案例是 我覺得在我們食物經驗裡面 會判斷說這個少年 我需要扶他一把 之前有一個個案 就是他們家是單親的原住民家庭 那媽媽是因為逃避前夫的家暴 所以從南部帶孩子 帶一對兒女來台北生活 那到台北之後呢 就是因為環境跟生活習慣 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小孩其實是完全無法適應的 那在這個半年之內 學校的老師就不斷地去通報說 這個小孩有暴力傾向 然後有一些衛生議題 衛生議題其實很簡單 就比如說餐盤不洗 或者是身體上面有異味這種的 就是小小的事情 那那時候就是他們甚至是 直接在跟我諮詢的過程當中表達說 可能是因為是原住民家庭的 生活習慣 機關就要方式 老子孩子可能會有 這樣的偏差行為這樣子 對 所以我 老師說的嗎 對 老師說的 直接貼標籤 那我在這個食物的工作現場 其實依照我開案的標準來講的話 這樣的孩子通常是不會 進到我的開案裡面 就是不會進到我的個案系統裡面 但是因為我當時就是評估到說 我覺得這孩子他要處理的議題 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教他一些適合的人際應對技巧 然後累積一些正向的經驗 甚至在放學前請老師協助就是 叫他把玩洗乾淨帶回家 那現在很多學校也都有設置 可以洗澡的空間 那其實陪伴他幾次把早洗乾淨 讓他有一個正向的經驗 其實這件事就處理掉了 對 那但是當時我就還是跟學校說 那這一案就是我會介入協助這樣 那我其實是很希望說 在他不適應的這個過程當中 可以有人好好地聽他說 陪伴他 通理他的不適應的過程 那也許他就不會進入到 更加危機的狀態 就不會進入到 比如說需要攜帶刀鞋 或是找到一些其他的朋友 去書解 找到毒品 書解他的壓力或是什麼其他的 這樣 對 對 亞爸斯 我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之前在協助 幫那個心理師他們在訂那個 我們講說學習手冊的時候 其實他有一個 我們後來發現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大家就是整個社會 在看待原住民的時候 其實往往都是要不就是 在一種特權的印象 要不就是在一個很落後的那種印象 對 他就是看到一個表象而已 其實我們在整個台灣社會到現在 其實我們包含說從那種原鄉偏鄉的 我們講落差的這個部分 還有文化適應上面的部分 然後甚至要很多的是 我們講說那個 我們過去會提到 就是用語叫做後殖民 去解質的那個心態這個部分 其實都沒有去顧慮到 對 我們都只是就現象去檢查 那所以說在這一個 我真的會覺得說在整個第一線的 像說老師們 像說輔導老師或者心理醫師這邊 他們可能真的要去了解到 那個所謂文化敏感的這個部分 不然的話就會有一種那種 以偏概全的 好像原住民就是這個樣子 或者是要不就是很高的期待 要不是覺得給他看得很落 我覺得那個怎麼樣 對於我們的被輔導的學生 其實都是不好的一個 有一個正確的價值觀 不要隨意給孩子貼標記 那剛才就是雅巴士老師講的 我小時候也遇過那種 就是我的同班同學 然後他們也是原住民 然後他們也是那種 單親家庭長大 然後我有其中一個 就是男生的排玩族的同學 他就是因為他也沒有其他的 就是學習的動機 而他就是整天就只能靠霸凌別人 就是或許這樣的成就感 然後我另外一個同學 他是只能靠體育的成就 我覺得在那個成長過程中 他好像是相輔相成的一種刻板印象 就是老師可能覺得你會什麼 就是讓你只去做什麼 然後就導致說可能小朋友 就是會覺得說 那我就做這個就好了 因為大人期待我這樣 對 然後就變成說 那我就不讀書了 或者我就不去發展其他的專長 但我這邊有一個小小的疑惑 就是剛才社公司講那個 單親家庭 它會不會是高風險嗎 欸欸欸欸欸欸 因為 公平媽媽不開心囉 我其實剛剛在聽的時候 我就是覺得很有感觸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之前有講過 我們就是我小孩在學校 被同學用就被罵還那的事情 然後他當下 我覺得我已經給我兒子灌輸很多 你不可以用暴力使用 就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但是他其實當下還是會很生氣 所以跟同學打架 也是他好朋友 對 然後又跟他剛剛講到說 沒洗手這件事情 我現在真的很想哭 因為其實我兒子在小二的時候 我兒子是就是比較好動的男生 然後他就是很會流汗 所以他曾經真的被同學說 而且他皮膚比較有黑一點 他曾經真的被同學說 你是不是都不洗澡 然後真的被同學說 不要坐到他旁邊 但是其實我兒子雖然很會流汗 但是他真的不錯 就是剛剛聽到的是 我覺得老師的就是 因為我覺得我很幸運的是 我跟小孩很幸運的是 小孩遇到的老師 都很願意跟我溝通這件事情 甚至就沒洗澡那個案例 我其實不常講是因為 老師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就有去做處理 對 他是事後回報我這個事情 然後我去問小孩的時候 他也說就是老師有 跟他們班的小朋友解釋說 有些人的膚色可能就比較黑啊 什麼的 可是就是膚色白的人 也會洗不乾淨這樣 說得也是 對 就是又把這件事情處理掉 覺得在那個時候 如果我的兒子 沒有碰到那個老師的話 他說不定也會這樣的 不好的影像 所以我聽到那個小朋友 他有還好有遇到社工事 要不然 對 就是很難以想像的 這會被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有什麼樣的發展 然後再被貼更多的標籤 而且這個其實不是特例喔 就是因為我在做自媒體嘛 然後其實我們收集很多的故事 都是那種 家長跟小朋友說 那個同學是原住民 他很髒 不要去跟他玩 就是很多這樣 就是語言歧視了 寶杜哥 知道要講這一題的時候 我心裡很煎熬 因為我的兩個兒子 他們都是練 積極運動 起家的 然後成績也都非常好 然後他們在國中就開始練到高中 然後現在都已經大學畢業了 但是我兒子去年發生一個現象 我兒子差很自殺 為什麼呢 他們以前在這個國中的時候 在訓練的時候 被老師不當地對待 甚至是虐待 甚至是虐打 我小孩子選擇不告訴我 因為當時有一個時空背景 我就不去詳述了 這個教練也不要對號入座 那我的兒子兩個兒子 他們現在都不接觸這個運動 他們認為這個運動 對他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傷害 到他的同學跟我的兩個兒子 威威道出他們國中到高中 被老師虐待的事情的時候 我跟我太太都在問說 我們到底是做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要來虐待我的小孩子 我兒子被虐打 甚至到大學畢業 還走不出來這個陰影 是過程當中 有沒有看到他的傷 因為他們訓練總是會有受傷 我都覺得教練 只是比較嚴厲一點而已 在今天要講這一集的時候 我問我兒子 我兒子說你就講吧 你就分享出來 讓大家知道說 就像達倫剛剛講的 我們求這個運動表現 我們要證明說 我們的表現比人家好 可是教練你也不能 甚至教練曾經也講說 你們原住民就是這麼懶惰 不練習這樣 我兒子都沒有選擇 都選擇不告訴我 到他們大學畢業了 已經過了好幾年 跟我講 我跟我太太在家哭了一個禮拜 可是我們選擇 不要跟這個教練聯絡 斷交 我們也不要選擇去追溯這個事情 我們好好陪伴我們的孩子 走他未來人生的路 所以有一句話說 其實老師雖然很辛苦 但是 最難教的有可能是老師 對不對 因為他們成為一個 身兼教育重責大任的人 所以孩子們都是很信賴的 但是他怎麼樣去 建立愛跟信任 跟安全感的這個環境 或是給予小孩很正確的價值觀 我覺得那個角色真的太重要了 所以孩子們 如果你們在學校受到欺負霸凌 不要害怕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求助的管道 沒錯 像我們剛剛提到 比如說社公司 社會局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有一個 113保護專線 當你需要幫忙的時候 一定不要忘記打這支電話 適時的求救 然後給自己找到一個出口 我們也可以把熊大的聯絡方式 賴在這邊 公布給大家 還有這個法符是不是也可以求助 如果小朋友的話 青少年的話 法符的話通常都是要到訴訟程序 對 那不過我這邊想補充就是說 我們其實一直在討論 那個社會安全網的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們部落原鄉 其實都有相關的這種極致 都其實都還在 人都還在 那只是說我們一直會忽略說 那個族人的陪伴或者是 因為我們其實 包含傳統社會 我們族群還會有 像是說家族的影響 然後整個群體的影響 那其實都可以作為支撐者 就是我們在講說 不要遺漏任何人的這個支撐者 那其實可以回到 我們的傳統的這個部分 包含說阿美族有年齡階層 然後在邊南族這邊有 把拉罐制度 那其實都是一個 少年一起陪同成長的一個極致 那我是比較呼籲是說 未來圓民會在看這個有關 我們講說原鄉健康的這個部分 不單單只是老年的照顧 像文建真這些 而是能夠更深入的 我們回到青年這地方 因為確實就是原鄉的 我們都知道 那個隔代教養 單親的這個問題 其實是還滿普遍的 那我們如何陪伴 如何支持 這是比較想要呼籲 呼籲我們的政府機關的 建立更完整的制度 身為大人 身為父母親的 我們是不是可以 從自身開始做起 成為孩子真正的一個保護網 成為他們的保護傘 讓他們可以無憂無慮 在我們的關愛 還有陪伴之下 健康的長大 因為孩子就是我們成人的 一面鏡子 他們都在學習我們的行為 孩子的偏差 跟我們有絕對的關係 我們要負起共同的責任 讓我們共同努力 接觸每一個孩子 讓他們有真正的力量 撐起我們整個社會 整個未來 謝謝大家 謝謝 抱抱抱 下次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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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gram